今天是6月10號 2022年 6月10號今天發工資了 我沒事我就出籃 吻野死 找一些東西吃 然後出籃之後我發現 它這裡有一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老街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條老街 或者說很有標誌性吧 很有特色的一條老街 是樂師的 其實我一直對這種老建築 或者老街是非常的感興趣 而且很想做這一方面的內容 因為我本身是學歷史的 我現在我的工作是歷史老師 然後我其實剛剛從 是從那邊過來的 然後我走完這條街 發現這條街的話它在裝潢方面 就是它最近沒有什麼改動 它的這些招牌還有一些其他的 裝修啊 裝潢 全都是 應該是停留在10年前 對 新電沒有什麼 非常具有代表性 他們的這些電招 也是 特別是這個電招 我看一下它是於2002年的電招 2002年的電招 就說它這個招牌設計的話 它不是用那些什麼黑體 還有電腦字體做的 它是有一點點這個 手寫體的 對 還有你看它這個招牌的話 這個字體 我在這一個區的話 在這個佛山的山水區 發現 它的這一些 門牌號碳也是用手寫寫的 也是用手寫體 像這個老街的話 這一邊的話 它是 老建築不多 而且你會發現旁邊有那種 80年代的樓 七八十年代那時候的樓 是後面建的了 但是越往前的話 它那個樓的年代越早 而且 前面有很多已經年久失修 已經被定義成威房了 門口靜停的停 二簡字停 OK 發了 後 你看 走到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邊的建築 它的這個強力面的話 這個是紅磚的 但是上面是青磚 青磚上面還有這個木頭的 像這個木頭的外面面的話 其實在 南方地區 因為我是廣西的 就很多那種老街的話 它都是用木頭的外面面 啊 木頭的外面面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容易更換 因為它太潮濕了 木頭容易腐爛 腐爛的話 那就要及時更換 因為當時的人 他不是那麼有錢 所以能用青磚作為材料的人 基本上都是大戶人家 或者是財力雄厚的人 嗯 上面 它也是木頭的外面 然後旁邊的這些 柱子的話 就是說這個叫沉重墻吧 還是用青磚的 像這種材質就是青磚 青磚的話 在明清時期的話 它是用玉泥 加上糯米 那個糯米 製作完成 青磚 好 而這邊的話 這一個建築應該是後面 六七十年代的那種蘇聯式建築 經濟 計劃經濟時期的那種產物吧 六七十年代的 對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越往前面就是越有味道 好 現在這裡有一個三叉路口 三叉路口 對 然後你看它還是有一些裝飾的 有一些裝飾 而且你看這裡就開始是微房了 有些人在這裡塗鴉 那邊是河 好 從這邊開始的話 我們這裡 我剛過來的時候 我發現這裡有一個 這邊的租房的信息吧 我來看一下 這邊的租房還是挺便宜的 大概是這個價格 這裡也有一個那個門牌號 已經被腐蝕掉了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就是很經典的 越式建築 它還有這個防盜門 古收的防盜門 是 繼續往前走 我估計這條老街的話 再過個 5年 應該就被拆的差不多了 這裡還有這個圓柱 都是圓柱 好 繼續往前走 它其實的話 越往前面走 它的就越有嶺南的特色 上下9的話 那邊的建築更加的精美 微房 從這裡開始全都是微房 這裡有一個門牌號 還挺有意思的 國家金租 會不會是以前的聯租房 好的 我現在查了一下資料 金租房的話 應該是 在當時三大改造的時候的 一個政策 對城市房屋的占有者 用類似贖满的辦法 那就是公司和營那個時候 三大改造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建築 這邊的承重牆 全都是用青磚的 青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家 這一家它的這個大門 就是用木頭的了 木頭容易更換 而且是用於這個里南 比較照著的天氣 它透氣性比較強 可是上面就你已經年年久失修了 好繼續往前走 我的車是停那一邊 我其實我很想白鐵過來 但是我白鐵我沒有時間 對這條老街的話 其實修繩的不是很好 這裡又有一處衛房 而且你會發現 他們這個時候就是明清吧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來 他們就已經 往上延伸了它的這個空間 往上延伸了 基本上這裡的建築 都是二三層樓的建築 對 這裡又被 封鎖了 上面的改造真的很失敗 就是鋁合金的 對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其實我對廣州的什麼 旗樓文化還有這些市景方面的研究 也不是很深 只是有所涉獵而已 停留在一個感興趣的狀態 我以後還是挺想做這一方面的研究的 或者說學習 你看這個牆真的很漂亮 這些建築 這些建築真的很漂亮 細節很多 繼續往前走 這裡又有一個那個門牌號 或者說標識 我們看一下這個標識 人名六項 人名十六項 OK 我剛剛就是在這裡吃了飯 不好吃 繼續往前走 再往前走 就應該到我停車那個地方 這裡有個墻 這裡有一棟樓還是挺漂亮的 對 這一棟樓 它已經被 界定為是違法了 你看它的這個裝飾 很有那個南洋的味道 再往前面走就基本上沒有了 就是這一條街 我跟我的同事說 我發了一個定位給他 他說這裡是條老街 你可以嘗試 嘗試著就吃完飯 在這旁邊逛一下 然後逛了一下的話 就覺得還是蠻可惜的 你看這裡又是微房 請勿靠近 然後我發現這裡它有這個 公司 公有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我不知道以後會怎麼處理 這一個 這些建築 我不知道是修繕 還是把給推倒 我估計是推倒的比較多吧 像全國各地都是這個樣子 除非這一塊街區的話 它是非常有名 可以把它改造省文化街區 不然的話 一般來說都是要把它給推翻的 就是推倒重建 非常的可惜 繼續往前 這一條街的話 它其實還有 這個是主幹道 旁邊還有那些小巷子 小巷子裡面應該也挺有趣的 沒辦法 前面都是 因為我的準備也不是很多嘛 之前我也沒有 非常仔細的去研究這些建築方面的 內容 所以說我就是這個樣子 我的車在這 我的車在這裡 還好我馬上就要開走了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吧